我俩在一起时间也不短了 上学的时候感觉还挺好的 但他毕业以后对我的管束太多了 我都是为了他好 我得时刻地提醒他 鞭策他 这样他才能变得更优秀啊 我一个大老爷们 连一点自由都没有 他跟他的朋友说我都不好 我能怎么办 他要是什么事都自觉 不用我去管 我至于天天跟他较劲吗 他太好吃懒做了 我觉得我都看不到希望了 反正我现在就是希望他别管我了 知道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真的是忍受不了他 这女生要把男生管封掉是吗 她说我真的受不了了 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萌24岁 来自甘肃无业 女嘉宾小萌22岁 来自河北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受不了了是吗 是 受不了了 多久了 谈恋爱 两年多了 两年多了 是同学吗 对 是同学 大学同学 哦 你现在管你管得多是吗 对 管得太多了 我实在是无法忍受了 哦 都管什么呀 就是他每天出门的时候 他就把我的手机 钱包跟身份证 全给我没收了 更过分的是 把我的裤子竟然锁在衣橱里不让我出去 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 我整天戴在房子里我有意思吗 我宁愿自甘堕落 自生自灭 我也不愿意他这样管着我 我去求求他放了我好不好 我实在是受够了 哎呀 我为什么要管着你啊 你自己不知道吗 哦 为什么 他从毕业到现在 连一份工作都没有 他说要好好学习 是啊 他就好好学习吧 他每天待在家里是好好学习吗 他每天都在玩游戏 看电影什么的 嗯 是吗 是 是 哎 为什么不找份工作呢 工作我找了呀 我当时找的时候 人家我投简历了 人家让我下午三点多过去面试 嗯 我给他打电话 他是怎么跟我说的 说他公司上班紧回不来 那我只能错过了吗 我有什么办法 不是 让你面试 又没让他面试 可是我的钱包跟手机全部让他输了 我没有钱包 我没有手机 我去不了呀 那也不能怪我呀 他那次去面试了 面试回来之后 他直接就去晚班打游戏了 哪儿 我给他那些钱 然后也没有回家 他根本就不知道要学习 我跟他在一起 根本就看不到未来 看不到希望 那你咋不离开他呢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了 还是有感情的 我的天哪 来 我问你啊 你确实被这么关了两年啊 没有两年 一年多 一年多啊 对 一开始他不会关你吧 一开始不会关我 你到底他做了些什么 他要关你 一开始就是 他让我找工作嘛 我就说我想 再深造一下 学个什么科技师之类的 等我学完之后 我找一个好一点工作 给他一个好一点的生活 难道这有错吗 没错 学了吗 学了 正在努力着呢 马上就要面临考试了 然后呢 然后还没考呢 他每天就是把我关在房子里 限制我的自由 我没收他的钱是有原因的 他之前他说要继续学习 我挺支持他的 之后我就给他报了一个培训班 然后有一天我去找他 他根本就没有在上课 他就去上网了 后来我给他打电话 他还给我发短信 听说他在上课 不是 这钱是谁的钱啊 钱是我的钱 你哪儿来的钱啊 我家里父母给我的生活费 你怎么收人家的生活费呢 我为了他好 他每天他都去上网打游戏 他也不学习 连工作也不找 不是 你们俩现在花谁的钱 多数花他的钱 你父母不再给你钱了 给我钱了呢 都被他没收了 多数花他的钱是什么个意思啊 就是我的钱和他的钱 在一起呢 多数都是他储钱 我的钱我不知道现在去哪了 等于你父母给你的生活费 就被他收了是吧 对 被他没收了 他的钱都在我那儿 我都给他存着呢 我一点都没有动 平常就花我平常挣的那一个月 几千块钱的工资 实在不够了 我才动一下他卡里的钱 其余的我都给他存着呢 你给他存着干嘛 帮他娶媳妇是吗 你要干嘛啊 因为他老是拿着钱去上网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那我也叫劳逸结合 你懂吗 整天学习有什么意思 劳逸结合一下怎么了 我只想拿回我的钱 就你还劳逸结合呢 怎么了 我的天哪 我就出去上了个网 怎么了 一个男生不会玩点游戏 让人能看得起吗 我的天 问你啊 臭小子 到现在为止 会计师资格还没考下来呢 对 还没考下来呢 为啥没考下来啊 因为是这个月的考试啊 还有一周时间就到了 考得下来不 有点把握 那就行了嘛 有点把握嘛 在这一年 根本就考不下来 不要听了瞎说 他一天到晚不学习 怎么可能考下来 你们有朋友吗 有朋友 被他都给限制了 他竟然给我的朋友打电话说 让他以后不要带着我去完了 一是我没有钱 二是我没有时间出去 我要学习 不对吗 我做的不对吗 那你也不能这样说呀 谁能没有朋友呢 你能限制我的自由吗 你还在这发气牢骚来了 我一天天像老妈子似的管着你 我愿意啊 我找的是女朋友 不是老妈子好不好 你搞清楚这一点 你们也晚上趁他睡觉的时候 偷偷地把手机和钱拿走 跑掉啊 没有 为啥不呢 因为我的裤子被他锁在衣柜子里 你在家里都是光着的 我在家里穿的是短裤 好 那你家里有电脑吗 电脑他把网线给盗了 我也没办法上网 那你在家里都干嘛呢 我在家里整天就是对着书本 实在闲得无聊的时候就睡回觉 啥事也干不了 这真是你干的 是我干的 为了他好 为了他学习啊 为了让他找份更好的工作呀 因为现在跟他在一起 根本就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他根本连份工作也没有 他还不好好学习 一天到晚的 就知道好吃懒做的 什么都不知道干 哎呀 你就没想办法把柜子撬开 穿上裤子跑啊 孩子 这我倒没有想过 关键是撬了之后回来 他又得骂我 他又得批评我 他又在他的朋友面前说我坏话 有一次他在他朋友面前是怎么说的 说我吃他的穿他的喝他的 那我的钱都在他那放 他凭什么这么说我 他在他的朋友面前说我 那我的自从就哪里去了 我一个大老爷们 我整天就这点事嘛 那你在他朋友面前你解释过吗 我解释过呀 解释有用嘛 人家都不相信我 来 我问你啊 你们俩谁做饭啊 我做饭 你下班回来要给他做饭 对呀 然后他就吃 对呀 他吃完了就得学习呀 因为他快要考试了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做饭 记得上一次你上班 你给我打了个电话 你是怎么说的 你说你上班回来的有点晚 让我自己解决吃的 我在房子里除了水 我还有什么吃的 你让我吃空气呀 我都是为了我俩好 我俩以后好 我也没有想过我这样做 会让你这么不舒服 你今天来干嘛 可是我就是不舒服呀 我需要自由 你今天来干嘛 我今天来就是需要一份自由 如果他再这样逼我 我就跟他分手 哦 明白了 就是到现在为止也不想分手是吧 只是把钱包裤子还给我 让我出门就行 对 把我自由还给我 行行行 听明白了 啊 你今天来干嘛 委屈了 要哭了 你是觉得你的好心 被他当成滤肝肺了 是吗 姑娘 对 哦 特别难受是吗 嗯 你害怕跟他分手吗 害怕 他一个好吃懒做的男人 你图他什么呀 可是我喜欢他 哦 那你喜欢他什么呢 特听话是吧 裤子锁起来 他就想不出办法来把这门打开 是不是 哎呀 来吧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毕特问卷 他说他不想找一个老妈子 就我刚才听你们在讲 我就想你的行为真的挺像个妈的 就是我儿子考试之前 我会把他手机收起来 锁起来 不让他碰 考完试再说 但这是妈妈对孩子的要求 而且这个做法也未见可取 所以其实你对他的这种控制 你对他的这种 希望他按照你的方式去生活的状态 就不是爱 也许你是爱他的 但是这个方式不是爱的体现 因为无论我们是二十出头谈恋爱 还是三十岁结婚了 在两性关系当中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作为伴侣呢 有责任说我陪你一同成长 当你出现困难问题的时候 我可以鼓励你支持你陪伴你 但是没有去限制别人自由 去主宰别人人生的资格 即便你是他老婆 所以在这种行为模式当中 你是错了 但是你背后的原因 可想而知嘛 恨铁不成钢 但有时候你知道 你所喜欢的他 听话 顾家 守着你 这些特点 也许正是遏制他成为一个 你希望成为的这种 有担当 有能力 有事业心 一个人不可能是两面的 不可能对老婆是 百依百顺 言听计同 然后在外边 能独当一面说 我在我的工作当中 多么地威风凛凛 很难有这样分裂的状态 而且你这样的限制 更会让他成长得 非常的慢 他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和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 他怎么成长 你也好奇怪呀 你还说你要自由 你明明就是自己 不想要自由吗 在家里边 看看书睡睡觉 女朋友回来给你做做饭 多舒服呀 钱也不用赚 拿的是父母的钱 你这么大个小伙子 都不知道赚钱啊 考会计师资格证 并不影响你去找一份工作 这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所以我觉得 小伙子你真的应该 走出去 去担当起自己的人生 做一个独立的人 对呀 你不想找一个老妈子呀 但是你却像一个儿子 一样的在生活 如果没有考下来 会计师资格证 你准备怎么办 家里待一年 准备第二年的考试吗 他就是想这样 你就想这样啊 回答我吧 可是我更多的 还是想要自由啊 不 我就问你 如果这次考不过 你准备怎么办 继续在家里学 我始终认为考试 无论是我们考研究 是我们考各种资格证 并不影响你现在 去找一份工作啊 你一个大男儿 有手有脚的 为什么不去赚钱呢 考完试 无论成绩如何 先出去找一份工作 不要再跟父母伸手要钱 也不要再花女朋友的钱 自立起来 可以吗 可以 如果不可以 你就在家被他管着 谢谢 几岁了呀 24 24了呀 不想了 你有理想吗 你告诉你理想是吗 我有理想 理想什么是吗 我的理想就是 考下证来之后 找一个好工作 给他一个好一点的生活 然后呢 这样才能对得起他呀 你也知道你对不起他呀 但是他也太限制我的自由了 等等等等 你知道你对不起他是吗 内心有那么一点 看到他每天挺辛苦的 说真的啊 当你看到一个女朋友辛苦的时候 你心里面应该 最应该想的不是考证这件事 而是我怎么帮他分担一点 你知道他为什么关着你吗 我刚刚听半天 你可能觉得 限制我自由 要我读书 没那个 很简单 因为你不干正事 你现在唯一在他脑海里面 能想到你唯一能干正事 就是读书 所以他天天把你关家里读书 你要今天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他也不管你了 是吗姑娘 就你要有正事 他也不管你了 你没正事你知道吗 你是吊耳郎当的 还有自由 你可以有自由 你有掌控自己和管理自己的能力吗 你连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是正事 你都不知道 你没有让人失望到一定程度 这个人会把你的裤子给锁起来吗 做出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可见在这之前 你做过多少匪夷所思的让人失望的事情 姑娘是吗 对 其实你是一种特别典型的女性 就是我找了这个人 我瞎了眼 但没关系 我把她培养成我想要的那个人 对 我就是这样想的 对吗 是啊 就是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女性的类型 最后就变成了过度母职 就你比她妈还她妈 因为你要培养她 要让她活生生变成 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恋爱错了是可以再选的姑娘 我不反对你 管理她一下 或者说改变她一下 这是可以的 但是过度的攻击性 会让两个人之间更伤心 因为我相信你站在这儿 看着你咄咄逼人 其实伤心是你相信 你比她伤心多了 她没什么可伤心 你比她伤心多 你也比她心累多了 我建议你啊 再给她 比如说一次两次机会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行 你自己定个日子 到了那个时候 这些人还不行 他说他要找工作 你发现他确实还不行 就分手 所以不管是你对他也好 还是对下一个男朋友也好 过度管理 还不如我抽身离去 因为当你要过度管理的时候 说明你找错人了 找错人就要认错 所以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句话 你可以再给他机会 但是当你觉得这件事情 确实不能再往下继续了 OK 我认输了 转身 离开 让他爱干嘛干嘛去 好吗 好 你再说一遍你要什么 我要自由 你所理解的自由是什么 至少能和朋友一起出去玩耍 有我自己的世界 所以你要的不是自由 你要的只是钱包和裤子 你所想象的自由是多么的狭隘 没有钱包的日子里 就不知道自己去发点传单 挣点钱 对吗 对 其实你内心深处 我认为还是个善良的人 因为你刚才说了一句话 你说 我知道他挺辛苦的 对吧 其实你不是不敢撬开柜子 你也不是说我不能够找那些所谓的狐朋狗友 凑点钱 从此离开他 你内心是支持的 你是有良知的 只是你太懦弱 你不能去独立地完成自己的人生 你的人格和经济都不是独立的 但还好你还有良知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你是有的时候挺享受他对于你的那种限制 但是只是这种限制太重了 所以说既然你还有良知 那就拜托你从明天开始 能够自食其力地 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男人 好吗 好的 要真正地管好一个男人 不是用你所谓那种可笑的方式 真正管理男人的方式 是要激发他的良知 让他内涵愧疚 在如今的一个视频网站上 流传着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点击次数十几亿 大致的这个视频内容 是有一个乞丐 坐在那儿乞讨 他是失明的 前面写了一块牌子 牌子上面写了一个英文字母 help 帮助 但是来来回回的人 没有几个人往里面投钱 这个时候有一个戴墨镜的中年女人 从他身边走过 他看到这种情况 做了一个举动 把他的牌子拿起来 翻了个面 在上面写上了另一行字 然后再把那块牌子 顿在他面前 然后来来往往 所有的人几乎都往里面投钱 你想知道那块牌子上写的是什么 你上面把那个帮助那两个字翻过去 用英文又写了几个字 It's a beautiful day But I can't 今天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而我却什么也看不见 你觉得这句话和帮助我 哪个更能够激发人的善良 显然是后者 所以聪明的人 要引导一个人正确向上 让他正确地往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走 勤奋起来 是要激发他的良知 他是有良知的 他知道心疼你 你以为他真的不敢跑吗 他可以跑的 但他没有 是因为他知道你很辛苦 知道你这样做 虽然很过分 但是是为了他好 所以你应该激发他的这种善良 让他成为一种向上的力量 那样的话 也许他就会成为 你所想要的那种男人 所以切记 管一个男人是管不住的 真正的女人 应该是激发男人的善良 你们俩之间是否能够在一起 我不清楚 但是如果按照我的这种方式去做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毕竟 你是一个望夫成龙的女子 你是一个有良知的男人 祝你们幸福 谢谢 男生 好好的吧 快点长大吧 反正两个小朋友嘛 希望你们今天开始长大吧 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我错了 我以后会认真学习的 找一个好的工作 给你一个好的未来 我也不会整天地抱怨你 你都那么辛苦了 我不应该这样做 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做一个男人 我应该承担起我所做的责任来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 我做这些会让你这么不舒服 因为你平时真的太好吃懒做 太一点事都不干 这些问题我都可以改的 我是一个有良知的男人 我应该做我应该所做的事情 改变所有的事情 让你不要这样说我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大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网络电视 或者外事大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 剧例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看看两个小朋友的选择吧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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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感谢保湿护服领先品牌 药保湿伊贝斯 纯的爱 放心爱 伊贝斯纯净面膜 提供的奖品赞助 来 各位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吧 请见证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我希望你原谅我 我不该抱怨你 我也会还好好的 我也希望你稍微对我 放松一点就好 不要太过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如果以后 如果要是再这样的话 我就给你自由 你把我放进 两颗心一辈子不思议 不想确定一期 那场幸福距离 改天难回 来 回去吧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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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觉得 键盘老师那么的有才华 今天我感受到了你的才华 这段配得特别好 比你说什么话 其实都是有分量的 太适合这个男生了 快点长大吧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 这就是基本情况 各位观众